19年的决胜局都是纸黑 然后都是输 今年拿到白棋可能一个 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心理暗示吧 然后纸白的话 其实感觉前面下的会稍微顺一些 就是总是不会 不知道能不能领先 但基本上不会太落后吧 纸白还是心情上挺不错的 今天这番棋怎么说的 就是和前两天一样 也非常激烈吧 首先应该是出现过不少次反复 今天这盘棋 最后能赢下来应该说是运气比较好 但是怎么说 我觉得我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以前的问题还是存在 但今天我觉得我有一点做得很好 就是右下角被人出棋之后 就是还没有放弃吧 就继续拼搏 以前可能就这种地方被出棋 可能就虽然下人不就认了 就是这一点我觉得 我今天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做到了近人是吧 肯定是很高兴啊 这次能拿到冠军其实没想到 因为孟百合输个0比2 而且感觉很累啊 最近下了很多棋 来这儿其实也没有什么目标什么的 但是这次好像 总体来说怎么说 旗下的可能也算还不错吧 然后运气也比较好 就是反复之后总是最后能赢 下一步目标 不知道 下一步目标就是 但是最近最近也该放假了吧 回家把身体锻炼好 最近这一年来感觉瘦了特别多 感觉应该好好休养休养 然后锻炼锻炼 世界冠军是不是这块 世界冠军 我觉得这个是吧 之前这个还是得一步一步来 我好像着急也没啥用